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时期 你们喜欢的大娃开箱合集又来了 有没有感受到一点压迫感 可以看到我面前已经摆成了一堵墙 那今天的大娃合集呢 也可以说是CP专场 全是一对一对的 单身的我都留到下一期给你们拆了 不然我也怕一期视频这个时间太长 你们不爱看 那今天呢有这个大热的IP 也有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的 还有我自己推荐适合新手入坑的 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个最大的家伙 是很多人喜欢的RICO 那这一支呢是我欧洲人附身 然后抽到的这个独角兽琪琪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鞋 超级期待这一支的 这个喝酒也太难开了吧 那这个呢这是我们的独角兽琪琪乐啦 是不是超级可爱的 RICO最近出的大娃全是这种琪琪乐系列 基本上都是RICO骑在一个很大的家伙上面 所以同样的价格 它的个头就会变得巨大 就会感觉还挺直的 这支RICO是骑在了一个白色的独角兽上 其实说白色也不对 它是有一点这种粉色到浅浅天蓝色的 一个渐变 然后全身都是珠光的这个独角兽 然后RICO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配色 绿色头发和粉色的衣服 头上还有一个小帆船帽 是慈禧的 那它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下面这个弹簧了 这也是RICO琪琪乐系列里 唯一一个会动 有弹簧的设置 但是我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这个RICO上半部分是非常重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弹簧时间久了 它的受力是不是就不好 或者甚至会断掉 所以我现在也不敢去晃它 然后它还有一个毛病 这个真的是毛病 它的头就是松到 就这么松 就让你在这晃一会儿吧 然后是我的另外一个RICO 这一支是我跟别人换的娃 是我非常喜欢的RICO大娃 就是我们的丑菊 是不是颜色超级明快 然后它还有一个小配件 是一支小包袱 这个我真的看着就很开心 然后头上这个橘子的小造型 也是深得卧行 那这个也是我唯一一个 站姿的RICO大娃 它和之前RICO出的这个门盒 也非常的搭 胸口都背着一个小吉他 哎呦呦 好你们俩站一起吧 定 不要动了 然后是这两只还挺沉的 是CZTOYS家的娃 那其实这两个呢 我是心情体验官了 超级开心的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先来拆这个第一只 好有仪式感 已经被你们看到卡片了 好大哦 这个头好大 有响声大好多 那第一个拆出来的就是他们家 我最喜欢的一个IP 得得拉 知道得得的小伙伴应该还不少吧 这一只的设计真的超级酷的 那既然是CP专场 猜猜另外一个会是什么 打开 咚咚 看不见 咚咚 是它 就是我之前给你们拆过盲盒的夏朵朵啦 这两只是不是超赞的 那它们呢 就是以扑克牌为灵感设计的 像不像从扑克里走出来的King和Queen啊 那得得呢 是这个梅花的一个设计灵感 然后夏朵朵是这个红色的方块 整体的感觉除了那种扑克感 我觉得还具有一种魔幻的性质 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K 那它最吸引我的部分 其实还是它的头部 就是这个脸和头发 撇开潮玩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感的一件作品 然后这只夏朵朵真的也很绝 头上和帽子上都有几个这种方块的扑克牌 手里的这个应该是小兔子吧 它是一个磁吸的 也可以吸在手上 然后呢 我们来拆一个相对来说 我觉得小众一点的IP吧 好像粉丝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是方兔家的旭哥鸭 可能有的同学是知道这个IP的 是不是超级可爱 拿出来给你们看 是一个黄色小鸭子的糖果机器人 我把另外一个颜色也拆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另外一支是红苹果的配色 那这两支呢 是他们之前的一个限时不限量 我觉得目前这个二手市场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我就先收过来了 就这种糖果机器人的设定 本来就很戳我 然后这个小女孩也真的特别可爱 做工也我觉得非常的精良 超级好看 然后这些小球在里面晃的时候 我心情就会很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是面包家 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IP KY928 他们家属于什么情况 就是大家推着你出啊 诶我就不出 比较佛系吧 那这两支包装看起来是不是一点都不像CP 这一支好像是去年的情人节款 然后这一支应该是今年的 对我买的到现在都没有拆 就完全没拆过 真的是很能忍 那去年的这款呢是一个铁盒的包装 像不像一个饼干盒 打开看一下 里面还是附了一张头卡 然后 哦还有 他还给了一个水贴纸 你到时候可以自己贴到娃娃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情人节面包小方啦 那所以他应该是一个草莓口味的吐司 上面淋了很多巧克力酱 还有一大块巧克力 上面是四个表情 真的很可爱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一支 今年的这个情人节包装 它是一个外卖餐盒的设计 打开看一下 哇 天哪 这是个汉堡包的感觉 今日 这是粤语 对不对 我不会念这个字念什么 石佐吗 这句话意思 是不是今天有没有吃过面包啊 有没有广东地区同学来跟我科普一下 哦天哪 太可爱了 KY928就是每次包装都会很给我惊喜 是不是这个CP感就来了 那他们两个顶部是一样的 然后一个是有点生气的表情 一个是微笑的表情 那相对来说 我肯定是更喜欢这个原味的 毕竟是这种比较经典的面包方的颜色 好嘞 放在这里 镜头里快放下了 然后是来拆两只木星人家的娃 那木星人家怎么说呢 他家应该也还蛮火的吧 我是蛮喜欢他们家设计的 但是可能相对来说 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因为他们家娃这个有些尺寸不是很大 所以其实我自己买的也不多 我现在手里面就这两只 先来拆这一个吧 这一支是他们之前出的一个糖葫芦 真的非常的小 就跟这个毕竟来比一下 你们就知道它的尺寸了 所以这个价格 我不太记得多少钱了 可能也要个五六百吧 就会觉得有点贵 头就是一颗很大的山楂 后面还有一滩糖的这个 一个磁吸配件 可以吸在后脑勺 手里呢 是拿着一串这个冰糖葫芦 是可以拿下来的 还挺可爱的 然后是这一只 就属于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只了 这一层层还挺多 登登 我们的大橘子 这一个就是属于我真心非常喜欢 可能跟我叫城市七有关系吧 就很难抗拒这个橘子的造型 虽然说这个娃是树脂的 这个木纹是翻模翻的 但其实肉眼看的话 这种木头的距离感还是做的挺好的 它这种小木纹其实都有翻出来 那今天最后一对CP呢 其实我在之前潘潘钓鱼烧盲盒里已经拆过了 就是这两只潘潘家的大娃 因为我觉得它们还挺符合这一期CP的设定的 就再简单给你们看一下 它们家现在熊猫大娃的话 应该是有五款 分别是最经典的这个熊猫潘潘 然后这个豆豆眼豆豆 还有一个是烧焦鲦鱼烧 好像是叫Coco 还有两个女生 一个呢就是我手里的Luna 另外一只头上有那个彩色糖豆的是Penny 然后除了这五只熊猫之外呢 它们家还有一个白桃的白熊 也是我接下来想收的一只 我觉得真的超级可爱的 它们家的这个大娃应该都是差不多300来块吧 我觉得也还是挺值得收的 个头也挺大 可玩性也挺高 哦对了再给你们说一下 我最近发现那个好东西 这个是我去逛那个名创优品的时候看到的 应该是大可鸭那个IP 是不是超级可爱 你们猜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徽章吧 或者一个别针 我觉得应该可以别在包包上 真的很可爱 软肤肤的 当时店里只剩三个 我全买了 那今天我拆了这么多的娃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只呢 我真的很难选出123 我感觉每个我都很喜欢 评论里告诉我你们有没有被哪个IP种草到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